北京时间12月18日 世界杯倒数第二场比赛留下了巨大遗憾 在一场本来应该和平落幕的世界杯季军战比赛当中 赛后摩洛哥全队疯狂围攻裁判 而本场比赛裁判确实是做出了巨大的争议吹罚 本场的判罚当中有三次对摩洛哥非常不利 这可能也是他们愤怒的原因 首先的一次争议判罚来自于当时比赛进行到上半场32分钟的时候 当时的比分是1比1平 而就在这个回合里 摩洛哥作为进攻方 他们的一次远设攻门不忠 球出了界外 裁判判罚了克罗地亚的球权 裁判觉得这个球是摩洛哥人碰出去的 结果此时六个摩洛哥球员上来把裁判团团围在中间开始喷塌 克罗地亚人则上来保护了一下裁判 意思是你们没必要这样 直接就六人围着裁判骂 这种情况真的是太罕见了 这还没完 下半场比赛的时候 摩洛哥队的阿什拉夫抢杀进入克罗地亚队的禁区 随后摔倒在地 摩洛哥全队高举双手抗议 觉得这应该是个点球 阿什拉夫身先士卒 愤怒地去围攻裁判 进行抗议骂人 这个回合是摩洛哥觉得自己应该得到点球的一个进攻回合 当时时间是下半场74分钟 就这个回合裁判连吹都没吹 甚至连一个任意球都没有给 所以阿什拉夫觉得裁判这是在明显地针对他们 因此彻底愤怒了 同时还有一个回合是比赛进行到83分钟的时候 摩洛哥队的阿巴拉拼抢时被吹犯规 而且还吃到了黄牌 摩洛哥队又是五个人上去骂裁判 围攻本场的主裁判 这三次判罚惹怒了摩洛哥 但是他们这一系列的行为 你不得不说不太纯粹 都说摩洛哥替的是最纯粹的足球 但纯粹的足球可不该骂裁判 还是教练队长带头去喷裁判 争议判罚两边都有 怎么没见克罗地亚队去施压裁判 甚至于赛后指着裁判的鼻子骂呢 本来他们是一个很圈粉的球队 赛后这么做实在是有点没必要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场比赛的裁判是来自于 东道主卡塔尔的裁判贾西姆 因为卡塔尔是世界杯的举办方 所以的国际足联选择 让他们的裁判来执法这场比赛 但是显然此人的执法水平 遭遇到了摩洛哥全队的疯狂质疑和炮轰 所以他们才会这么愤怒